一樣到那個Google上面去查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版權 記得就是不要上 我們只是舉個例子 第一個也許我Google一下那個什麼 痴母好了比如說我這一張好了 諸如此類的 最好你要找的盡量是背景越單純 因為如果要去背的話 像這種比較複雜的背景 你光要去背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如果單純像這一張 就會比較好去背 但是這一張有一個缺點就這邊有個缺口 所以如果你用那個快速選舉 或者摩住玩工具 這邊都會都會有一點問題 那我們就是把這一張在另外再 把那個 沒有選到部分再加選就好了 前面有講過 所以那個去背的選舉技巧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的話也許我就 再找個康乃馨吧 不過你會發現康乃馨網路上一堆 但是好像有蠻多的其實是要加入會員才能下載 那也OK啦 不過就是說你可能就是 我假設找一張 比如說這邊的話大概找個這一張 然後呢 把它前往之後 一樣 右鍵 另存 塗檔 把它存在我的 那個什麼呢 存在我的那個下載區裡面 就這兩張 把它改名一個叫 慈母一個叫康乃馨 那把這兩張怎麼樣呢 拖拉到我要 變更的地方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要怎麼樣把它 加過來 我剛剛講過第一個動作 先新增一個什麼呢 新增一個變化體 比如102的變化體 那你可以 這邊的話呢 就是 先增加一個 那個 假設 變化 OK 那這邊記得 那個尺寸 剛剛同學好像 這個 反正你大概啦 不見得一定要完完全全 尺寸按這樣 如果你要讓他寬一點的話 那你這個尺寸多一點 你要高一點 多一點就對了 我是建議大概是這樣的尺寸 拿來輸出可能會差不多 因為在螢幕解析度 應該會有 螢幕解析度應該知道吧 我現在的設定 可以根據這個螢幕 因為你 人家收到這個 這個 赫卡的時候呢 他的尺寸 他的螢幕尺寸多大 你可能要 考慮一下 如果他在手機上面的話 你可能要最好是一個 長條狀的 反正就是符合按右鍵嘛 螢幕解析度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是1280乘 那個1024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 對方收到 這個赫卡 他放在他的螢幕上面要盡量剛剛好 你要考慮到對方 收到時候的裝置 OK 如果在平板 或在手機 可能尺寸又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地方可能要考慮 對方收到這個赫卡 這個塗檔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裝置去開啟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是 以什麼呢 以那個 這個 我們現在的螢幕看的話 他的寬度是從左邊到右邊 剛好就是1280 高的話呢 就是1024 所以1024 不過特別重要是到最下面這邊 他是1024 所以如果我一張圖是 1500 你會發現到寬比他寬 所以可能會多過去一點點 如果你要完全符合的話 不然你就用1200也可以 高的話呢 我是用 1250 所以會多一點點 不然的話 你也許你把那個 剛剛的尺寸 假如說你要完全符合 這個螢幕的解析度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開一個新的檔案的時候 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剛剛我們是乘以5啦 你可以乘以 乘以4就好了 如果乘以4的話呢 大概就是 1200乘上1000 這樣的話 看起來也許又更剛剛好 反正這個尺寸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再決定一下 大概接近就可以 但是解析度不要太低 像剛剛300 那太低了 以後看到 他只要稍微放大 那個就變鋸齒狀 或者馬賽克 看起來感覺 就不太好 另外你也不要太大 3000 4000 那他 第一收到的時候 他要縮小 OK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列印 列印成卡片的話 那你尺寸就要更大一點 因為列印的時候 他的尺寸呢 如果你列印的時候 最好是 他那個假設 我們今天列印的時候是 卡片假設 至少是多少 6吋 乘4吋 對不對 假設這樣 應該那個 列印的話你可以拿去充洗 其實充洗出來更好 但是你的尺寸應該多少呢 如果6吋的話 4吋的話 你可以這樣算 他這個 6 乘4 有沒有 輸出照片 這個 這個6指的是6英寸 4英寸 那也就一般 最少 你1英寸裡面呢 最少要有300個像素會比較好 最少 最低標準300 那也就如果你要拿去輸出的話 輸出成 6乘 4乘 6乘4 類似這種尺寸的話你就是 把6乘上多少 乘上300 所以這個 寬度的 解析度最好是1800 那這個 4的話呢 最好也是要乘上300 所以等於1200 最少 那這個300指的是300 dpi 各位應該有看過這種東西吧 這邊有什麼 72dpi 有沒有 72dpi指的是 每英寸 我只給他 72點 那當然72點 你在螢幕上看還好 看不出來 因為螢幕解析度本來就不高 那如果你今天是拿去列印的話 最少300 甚至600 比如說像那個婚紗罩 有沒有 最少600 600的話 那如果這根 拔杆600的話 那這邊上面呢 就變3600 下面就變2400 以此類推啦 這是一個 解析度的 基本概念 你不要 連這個 最基本的概念都沒有的話 那以後你要 做出一些塗檔 就會有問題 連 拿去給人家沖洗列印 都會有問題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第二步怎麼樣 我剛剛講過了 你可以用漸層填滿 然後呢 挑一個顏色 背景顏色的話 你自己選一個 比較接近那個 我們要的 這種顏色 那選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是什麼 像剛剛一樣 這邊可以再拉一下 看顏色可以再 移動他 然後呢 再利用這個拖拉效果 把它做一個像這樣子 或者這樣子 反正這個地方 自己再去 發揮你的 創意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第二步就是把池母 這個部分 把它選起來 池母我剛剛是 直接把他從那個什麼外部拖拉過來 我把這個再把他拿掉 一樣呢 從我們下載區 這兩張圖 拖拉到 他的灰色 的地方放開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池母這個進來了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背後選起來的話 接下來怎麼樣 一樣用 先把那個 大部分的部分選起來 你可以試試看 快速選舉跟魔術棒 我剛剛試一下差異性不大 我先選用魔術棒好了 OK 但是魔術棒工具 基本上 他有選到了 可是有幾個地方好像不OK 這個地方因為他可能是 那個什麼呢 有一個缺口 所以他選就選到裡面去 這邊也有個缺口 然後這邊好像會有一些 沒有選到的 那怎麼辦沒有關係我可以再利用我之前講過的 先 一把選取區 反轉一下 二的話呢 再切到那個 套索工具 裡面的新增 本來是 這個這個 這個地方是新增 把它改成增加 因為我要把 沒有選到的再選進來 增加 那怎麼 加進來 特別說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這個同學最容易 忘記 點選這個增加 然後 Ctrl加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從 裡面 繞一圈 選到外面 所以這個邊邊 可能要小心一點點 這個可能滑鼠有時候要抓穩 不然的話有時候會 沒有選到 這邊 我大概一下 因為這個 我們 時間的關係所以沒辦法選得很細 所以大概繞一圈就可以把它加選進來 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加選的話從 裡面繞到外面 所以像這一邊這個漏掉了 這邊也是一樣 看得不太清楚 大概就可以了 把這邊 繞一圈 也許這邊先把他繞過來 這邊也是一樣 從外面 跟他從裡面 繞到外面 這個有點太 太 太不清楚了 大概就可以了 好 這邊完成之後的話 換這邊 從裡面 繞到外面 然後把它繞一圈 多了 糟糕 多了也沒關係 等一下再把它扣掉就可以 這一塊好像多了 這邊少了 再把它補進來 所以呢 如果說今天你少選的 你可以從裡面 繞到外面 那如果剛剛多選怎麼辦 再把它扣掉 扣掉的話從外面 繞到裡面去 把這一小小一塊 再把它扣掉就可以 OK 大概是這樣 其他 這邊好像多少一塊 再繞進去 讓他往凹進去一點點 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少 有沒有 一個加一個減 這邊是增加 跟扣掉 那 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 Ctrl C Ctrl C 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把它貼到我們的 這個背景 Ctrl V貼上 好 這樣的話就OK 再利用那個移動工具把這一張圖 移到 假設右下角 如果你今天希望這張圖 放大一點的話 你就把它 利用編輯裡面有一個叫任意變形 或者你記一下 Ctrl T Ctrl T 蠻好記的 我習慣上會把那個Ctrl加 T 記起來 所以你這邊的話 游標放這邊 然後Ctrl加 T 他就放大 有沒有他有那個空點 你可以放大 你可以旋轉 你可以再移動 所以這邊可以稍微 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他的大小 調整一下 他的 角度 然後呢 再移到 最後他問你要不要 套用 你就按套用 或者打勾也可以 套用一下 然後再移到 可能這個位置 好了 假設這樣子 放在這裡好了 OK 最後的話不要忘記 因為我們是貼上會多一個 圖層 那這個圖層叫什麼名稱 他會在這邊顯示 你就把這個圖層 名稱改成叫 磁母好了 假設這樣 這邊有磁母 OK 反正我這邊也是從網路上 Google磁母兩個關係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多背景上面多一個 磁母的圖層 那再來的話呢 一樣把康乃馨去背 去背的方法一樣 Ctrl加號 然後呢 利用什麼 套手工具點一下 這個好像比較簡單 一下就OK了 選取裡面反轉 反轉之後 Ctrl C Ctrl C之後的話呢 再到背景 Ctrl V貼上 一個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送一朵 感覺 不夠 所以你希望 大小 Ctrl T 把他稍微放大一點點 旋轉一下 假設這樣 OK 然後打個勾 如果你覺得一朵不夠的話 你希望多個幾朵的話怎麼辦 這邊 看你要幾朵 再把他移動一下 康三就有了 OK 那怎麼放 我想自己在 再試一下 另外當然大小你也可以調整 有的大有的小 比如這一朵要大一點點 這朵大一點 這個自己再發揮創意好了 打個勾一下 這樣的話就可以有個 順序 這個康二的話呢 Ctrl T 選這個圖層 然後 這個 稍微再 更小一點點 然後把他打個勾 就 越來越大的感覺 這個好像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一個背景 加一個磁母 再加三 朵花 OK 然後 也許上面再加一個什麼 母親節 快樂 這個字要怎麼加 待會我們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不見得完全要一模一樣 你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 把那個你想要呈現的那個樣子 自己再 試試看